再来看到这个惊险的画面 在台中市檀子 有一名小学生 今天上午七点多上学时 在斑马线上遭到了休旅车给撞上 好可以看到女童是当时背着书包 在行人穿越道上 她先犹豫了一下子 结果决定冲过马路 立刻就遭到一辆休旅车撞飞倒地 女童痛得坐在地上爬不起来 协助指挥的交通志工赶过来关心 附近的民众也热心拿出三角锥来试景 以免发生二次车祸 幸好这次女童她只有左膝受伤 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警方表示女驾驶没有礼让行人 肇事致人受伤 将会依照教刀条例来置单举发 那储新台币72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的罚还可调扣驾照一年 大概这个就是举性的 原浅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